眼见所及竟是一片灰白的断圆残壁 却向当地居民失去了原有生活的色彩 这里是临近叙利亚首都的东谷塔地区 当地时间18号以来 政府军连续5天的轰炸 造成至少400人死亡 2000人受伤 居民为了躲避炮火 藏身黑暗的地下室 哄着孩子睡觉 外头还伴随着炮火声 一场雨让炮火停歇 居民赶紧出门采买食物和必需品 不料战火来得又快又急 根据五国界医师组织的消息 东谷塔地区13个医疗据点遭到轰炸 设备毁坏 来到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瑞典和科威特两国提出草案 叙利亚全境停火30天 好让人道救援进驻 但是俄罗斯认为 草案以人类灾难形容东谷塔的局势 压根与现况不符 因此动用否决权阻止草案通过 联合国紧急援助总督导批评 这些受到无情战火围困的人 能仰赖的只剩联合国会议的实质行动 呼吁俄罗斯投下赞成票 别再打政治口水战 当然新闻周博县编译 什么事废题